国庆日当天,机动队伍将首次从全岛五个邻里出发 并途经三所医院和新加坡博览中心的官病社区护理设施向医护人员致敬 五条路线全程200公里,是历年来最长的机动队伍游行路线 来看记者蔡可汗的报道 由武装部队和内政团队车辆组成的机动队伍将在8月9号早上10点开始 兵分五路,从玉廊西、金文泰、张仪、卡迪和石里达出发 沿途会经过秋德巴医院、盛港综合医院、黄庭芳综合医院和新加坡博览中心 以感谢国人及前线人员这段时间携手抗击疫情的精神 今年为了让更多新加坡人体验和感受国庆的气氛 机动队伍特地安排了深入邻里的游行路线 我们鼓励大家在家中观赏的游行 但如果你们可以到现场就是鼓励大家保持距离 而且戴着口罩 今年民众可一睹由66部军用、警察与民房装备组成的车队英姿 其中装甲战车和新一代快速应急警车将首次亮相 这辆车是他第一次参与今年的机动队伍 也本身是我第一次参与这个国庆庆典 感觉上是有点兴奋 也对我来说很有意义 每年国庆最受瞩目的红湿跳伞队 今年将首次空降临里 让民众近距离目睹跳伞表演 这几天的跳伞彩排给附近的居民带来惊喜 双方也多了互动的机会 往年红湿队都降落在空旷国庆庆典主场地 这回跳入高楼密集的组屋区 难度升级 让演出多了几分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